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一年雨晴的 今天我们还是在独云 现在的话就去罗斯坑子里 爬山路 话说这个山路真的好漂亮 你们在摘什么 我也尝尝 吃吧 可以吃吗 这个 这个是野果子 这两位小哥哥给我们摘的 Hello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了 然后这里就是贵州最美的茶厢 这个上面有一个罗斯坑的 锋利发电厂 那现在我们先在这里打个卡 然后先去那个发电厂 这里就是罗斯坑的锋电厂 哇 好大的风啊 真的 这个四周全是风车 然后这个云也特别低 杨大哥碰个短袖 外面19度 哎呀 这个是为了拍照啊 农家乡猪的一个放牧场 说是有一个水库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准备上去看一下还是 刚才不是我们说 这个上面可以看到一个水库 我们就给本地的一个 买了新车的一个小伙子说了 我们就在那里拍照嘛 然后他就先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遇到了那两个小伙子 骑个摩托车的 他跟我们说 这个上面走水库 那远的很累 开车要开一个多小时 你们应该是走下面古镇那里 倒水库又方便 又是好路 我们现在就觉得 我们把那两小孩给坑了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山顶下来 一望无际的这个草坪上面 就有一栋很古老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话 应该现在是没有人住了 它以前应该是一个农家乐吧 现在荒芜了 有可能受疫情的原因 走吧 我们现在去古镇 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茶壶 哦 你看这个奶奶 她自己采的这个茶叶刚刚 这个就刚刚采下来这个茶叶 这个是真的 谢谢啊 它这个采草的话 也是你们自己炒吗 自己炒 哦 你好厉害呀 你是自己坐来自己喝吗 嗯 是卖还是 都卖啊 卖啊 卖的话多少钱一斤呢 你们 我当时都卖了 卖啊 一公司都卖 哦 卖个公司 公司 嗯 嗯 你们卖多少钱一斤吗 你们自己的 四个 啊 买六十 六十一斤 一斤六十的 哦 但是炒好的是多少钱一斤呢 炒好的是几千块钱的 几千块钱一斤 哦 几千的 嗯 嗯 用菜喝的不用 嗯 用菜喝的 用柴火 哦 用手的 你这个好厉害 好高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它这个罗斯科的小镇上面 然后我们再找那个巨大的茶壶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一点雨昕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都于毛尖茶的基地 那等一下我们就顺着这条路 一直上山去看茶山 我们把这车停在这个拐弯处 看杨大哥停的多靠边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路一直走 身后是不是有那种隐秘的角落 那种感觉 后面的那个红色大茶壶 我们就是要去那里 然后现在要翻这样一座山走过去 看往往去去的 走吧 哦 看茶壶的那个壶嘴儿 到了到了山顶了 一览重山小的感觉 哦 关门了 门锁了 大哥 你满山遍野的找茶壶 在玩怎么弄吗 这个 死怕我要有缩骨弓才缩得进去 encounter 还有一分治 Said 这可以 的 这里 还有 帖毛 这个 看 远处都是一些茶山茶树 其实从这边开始都可以看到隐隐约的 它有一层一层像螺丝壳一样的 茶山上面 下面有一个茶壶 我们带杨大哥去爬山 然后坐到那个上面的时候照相 你不是还要在山景跟我照相吗 你没买保险 都是我把你抄下去我带不到钱